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中常会30日撤销中央提名协调小组,日前决议的新竹县长提名蔡全民调方式,让民调最高,有意角逐新竹县长的立伟林为周大为不满,金晨在脸书痛批我被做掉了,受访时更致言不参加这场比赛了,他们自己去吧。 对此,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,尊重各种意见的表达,据三立新闻网报道,李哲华表示,新竹县长的提名并非党派问题而已,党的主要目标都是以胜选为主,因为小鸡和母鸡同在一条船上,党中央当然要多听基层的声音,强调绝无针对特定人选有特定想法。 李哲华指出,预计将于明天11点在县党部会议室交换年底选战的意见,届时会请县党部邀请党籍议员、乡镇市长等重要领袖代表,会尽快决定县长提名机制或方向。 另外,有党部人士坦言,林维州在两年前选立为时,获得地方人士大力支持,为何这些人在两年后都表态不挺他选县长? 他身在其中,应该最知道问题所在,也提醒林维州发挥智慧就能找到解决办法。